今年已经42岁的贾建文到底吃了什么防腐剂才能20年容貌不改的 甚至感觉和小八岁的虎哥组团眼情侣都能配一脸 难道真的只要健身跑步就可以一直美美美了吗 别天真了 你以为贾建文一直都是一只玩青春火力 其实他也有过颜值的低迷气 因为从小生活贫困 所以他18岁就需要出来赚钱养家 一直都很渴望能加入豪门改变生活 就没想到这千叛万叛的第一段婚姻 给予了他身心毁灭性的打击 看似完美的家庭 并让他没有成为灰姑娘 反而在结婚期间被渣男老公无数次出轨 被眼科的婆婆百般刁难 离婚被逼竟深出户部说 还险些抢不回自己的女儿 深陷独子风波 一时间他暴受到拖像 从虎装女神滴落成豪门欺负 却几乎很少有人同情他 都在冷漠的讽刺说 谁让你当初非要嫁有钱人呢 但贾建文并不只是一想潘高知啊 他付出了最美好青春 努力让全家都过得很好 甚至在自己事业最成功的时候 甘愿安下心来相夫教子 难道仅仅因为对方富有 他就应该被抛弃吗 他明明是需要一个坚实的臂膀 永远称赞深厚啊 所以当修杰凯想要娶她的时候 贾建文没有犹豫就嫁了 因为他发现真正抢他的后盾不是金钱 而是对方毫无保留的爱 真正的幸福也不是偶尔冷冰冰的 施舍个奢侈品 而是老公的百般谦让 愿意让他剪头发练手 愿意在纪念日陪他和闺蜜一起旅行 愿意和他去听最喜欢的演唱会 他在爱情的呵护下 42岁重回颜值巅峰 一拼一笑都像极了少女 要问念灵秘诀究竟是什么 小别想大概就是美好的爱情吧 他不必再委屈自己忍气吞声 因为现在的婆婆 能够看到他的付出和努力 他也不必再逼迫自己 去做万能的家庭主妇 因为修杰凯会在他最累的时候 化身超级奶爸 为他分担 在外他能偶尔去拍拍戏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家还有可爱的三个萌娃 随时随地围绕在身边 如此甜蜜的生活 怎么能不越变越年轻呢 他说虽然这世界 有许多令人忧心的黑暗面 但我相信在我们的用心下 一定能无惧地 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